2007年在奋斗当中出演米莱这个角色之后呢 王罗丹啊就逐渐被大家所熟知了 当然也非常好理解 人红是非多嘛 伴随而来的呢 也有各种各样的话题 比如说被质疑啊 被结婚啊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呢 自己再回看这些过往的经历 王罗丹本人又作何感想呢 就是微博里头留言 有的时候会偶尔 我有可能碰到有人说你讲真丑 哎呦你说特别对 然后喜欢我的影迷就说 以后我们不说他好听的 说好听都不给回 然后有一天 有一天他排上队来说 我臭我臭 是有记忆的 然后呢 然后或者他说 我特别不喜欢王罗丹 然后我回来说我也不喜欢 他就疯我 他说也没有那么不喜欢啦 他说我一下下 不但有网友对王罗丹的外貌评投论足 连一手把他捧出来的导演赵宝刚 也曾给过他这样的评价 说我属于在电视剧里出来 踢一个情绪 他说我不是长那种好看的情绪 作为女演员却总被挑剔长相 令王罗丹一度失去自信 我是静秋 你亲自信 你亲自信 我心里不忍 我不敢让你 这个新闻出来的原因是 是好像我开机第一天 然后呢 他们请了当地的媒体去拍一些照片 静秋他就不是一个白人 他天天干活 他就是要黑 然后呢 导演就建议画上时报画黑一点 那拍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呈现出来的东西 大家也看到了 不是那么黑的 但是别的记者拍出来就是黑的 然后我有那段时间 反正有人举起相机来 我就特别爱反感 如果说外貌被质疑 是王罗丹作为公众人物 所必须承受的 那么媒体上爆出的一些不实言论 则让王罗丹和他的家人很难接受 虽然出道以来繁星是不少 但和他饰演的许多个性爽朗的角色一样 王罗丹一直坚持着自我 不被周围的负能量而左右 但在生活中 他这种心直口快的个性 也常令自己后悔不已 徐静雷拍了一个 杜拉拉生殖机的电影版 我知道你现在在忙的是 杜拉拉生殖机的电视剧版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两个杜拉拉 呃年龄上不太一样 我想 刚刚那个答案应该有让徐静雷 稍微抽了一下吧 介绍一下是害羞的造型 哎我现在没信任这样的造型 我还沉浸在刚才说这话 你也没说 你是在做无人驾驶的发布会 还要做这个小阳这件事情的 扩展扩展会啊 你要做什么 我有时候因为这性格挺懊恼的 但是没办法 实际不希望因为这种事 老丈朋友 作为艺人 往往一字一句 都要被人们拿着放大镜审讯 一不留神就会闯祸 而在经历过种种教训后 如今的王罗丹也逐渐成熟了起来 就每次都老憋不住 什么都忘怀说 后来看大家都不说话那种 其实还挺有内涵的 这个看片子就知道了吗 我也不知道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些是 没有文化体育的人干什么 你不觉得特装吗 也不是 就是就是我觉得言多必失 就人家一定不会说错话 但我肯定就会 因为可能太直白 所以显得没有那么有问题 我肯定就要回来了 我觉得解决了 产生了 对 人家人 你 我肯定 我肯定